作词 李宗盛 谢谢天 谢谢地遇见了你 这一生的美好为你而已 风里来 雨里去多么感觉 手向我眼 想看温暖气息 多么想窥探你心底的蜜 多么想捕捉你温柔气息 以前自轮回里 腰肠荡蜜 手向我眼 想看潮来潮去 多少的结局 都随风散去 我和你天和地 相思在一起 哪怕会分离 也要努力 多少的期许 可在石碑里 我和你天和地 注定的相遇 哪怕要放弃 也要珍惜 其实 真正的功臣 是清静殿的宫女琉璃 以及思一思的合成衣 他们的功劳 朕自回封赏 但是没有你的细心筹划 野蚕的事业 不可能进展的如此之快 索性单独成立一个孜然鼠 掌管我大齐所有的杀之事物 是 下官定当全力协助枝燃蜀官 将陆锦枝燃之术发扬光大 你 就是枝燃蜀官的最好人选 陆大人不必推辞 你为大齐立下大功 本来就应当封赏 如今你掌管枝燃蜀 督造陆锦 更是最佳人选哪 陆针皆知 今有内功上功陆针 贤能忠勤 为国济民 可尽其为从三品昭仪 执掌知然蜀 从三品 知然蜀同六部下下各蜀都是平级 为职承皇上亲管 各蜀长官都是三品侍郎 如今皇上晋升你为从三品昭仪 只因为你是女官 不得以而为之啊 陆大人还不谢恩 谢皇上恩典 陆针自当鞠躬尽瘁 为国效力 鞠躬是可以 尽瘁可就免了 否则长广王殿下回来 肯定饶不了朕 至于丹娘和琉璃 朕也有赏 丹娘 你寻找也才有功 朕生你为七品掌衣 至于琉璃 你更是革新功臣 朕直接生你为八品 谢皇上恩典 平身吧 谢皇上 对了 陆大人 知染署的事情 你还得写个调陈 等过两日上朝了 和户部 公部的人再好好议议 上朝 知染署事物繁杂 勿必要和外官协作 你不上朝怎么能行呢 只是你不用天天应谋 遇到和知染相关的事物再去就好了 丹娘 你有什么问题吗 皇上 我能不能跟您商量一件事情 我不想待在司医司 把我拿去司膳司好不好 朕知道你宏伟的志愿 可现在不行 你如果不去的话 谁帮陆珍掌管司医司啊 这样吧 朕许你每日都去司膳司寻茶 你想吃什么 就让他们给你做什么 这样总可以了吧 谢皇上 参见昭仪大人 宣昭仪路贞进殿 宣昭仪路贞进殿 宇官 不知道了吧 这就是未来的处妃 参见皇上 平身 谢皇上 微臣陆珍奉圣令私礼之造署 欲于署中设私之以人 从宫以人到女官 从女官到重臣 陆珍凭借着自己不懈的努力 充分展示了她的才华与天赋 终于成为了大旗 唯一能与男子同侨的女官 找我什么事 看看 你好妹妹来得心 人家现在 爷爷跟你并驾齐驱 已经官升三品了 我真不知道 这个女人还能做出什么 让我更惊喜的事 我应该快马家鞭 早立战功了 不能有朝一日 反被她压了一头 那我自当驻军 以臂之力 家业 咱们都是大旗的好男儿 这一刹 我们一定要把魏国贼子 全部杀光 皇上 要不要请太医啊 不用 您再把定寿王给朕拿两粒 是 再多拿一颗 是 这药 怎么越来越不管用了 这药丸 有好几位名贵的药材总也找不着 往年都是太后娘娘度着配的 今年太后清休 又去了温泉宫 这事就给耽搁下来了 还是娄小侯 好不容易找齐了替代品 配齐了宋庆宫的 太医院的人验过了 说没有往年的精准 先对付这用吧 是 皇上 皇上 你还好吗 幻月 你怎么这么早就过来了 真只不过是 阿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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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阿爷 皇上 快说太医啊 皇上 阿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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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 阿爷 皇上这次发病 来势凶险 虽然眼下并无大碍 但是太医说 以后必须需要卧床静养 否则 今天本宫请诸位来 就是想商议一下 看国事该如何处理 皇后娘娘 按理说 皇上重病 应由储君监国 可常管王现在 还在远方关西前线 皇族中 又没有别的男子 可真是难办了 不如请皇后娘娘监国 以前先皇出征的时候 玉皇后和现在的太后娘娘 都曾有过此先例 不妥 娘娘 非是老臣不敬 您虽是梁国勇士公主 毕竟现在 而且眼下这档口 要是由您监国 只怕 陈国国主那边 一定会多想 我大齐现状 可经不起 父辈受敌呀 张相所言有理 本宫 也的确是不适合听证 只是 现在的这个情形 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这千金重担 自然还得交给哀家 太后娘娘 太好了 哼 没事吧 是娘娘告诉我的 太后是刚才突然进的宫 守门的侍卫说 她没有用卵架 估计 她是藏在娄小后夫人 入宫觐见的 轿子里才进来的 她是什么时候康复的 怎么宫里一点消息都没有呢 我也被瞒住了 前天我在温泉宫 看了曼岸的 她还是半身不遂呢 这什么呀 走啊 这什么呀 陆大人 好久不见呢 艾家是堂堂正正的 神武皇太后 先帝出征时曾经监国 眼儿登基后 也一直匡扶朝政 眼下正是最佳的监国人选 太后所言属实 但眼下的情况 太后娘娘 皇上现在病重 你不先去着急探望 却在这里争拳 这是何意啊 太后娘娘 是哪个奴才那么大胆 连您回宫这样的大事 都忘了禀报 皇后 你身怀国寺 一时分心也是有的 太后娘娘 坚国之事事关重大 我看您不如先去昭阳殿看看 跟皇上商量该怎么办 也不迟啊 你在等人通风报信啊 别白费心机了 这怎么回事啊 这是 各位爱卿 挨家回宫 带眼儿掌管国务 这件事 不是跟你们商量 是通知你们 我们楼家根基还在 有着几万大军守着 就算高湛 叛国当了逆贼 还能把京城 稳稳地守住 叛国 陆赵仪 听说您现在都有资格 到太极殿上朝了 今儿个就让你听听 什么叫天翻地覆 走 皇上病重 皇后失德 哀家身为国母 如此危急时刻 自当初来听证 诸位爱卿 有何意义啊 太后娘娘胜得名断 谁敢有异议 娄某这把宝剑 首先就饶不了她 太后圣明 臣能恭敬太后借国 张相年纪大了 精神不济 哀家已经让她荣休了 如今储君高占叛国 这宰相之位 必须由勇武之人担当 才能镇得住国运 太元王 楼昭 臣在 从今天起 你就是大吉的新宰相 微臣 叩谢圣恩 太后娘娘 微臣拼着一死也想请问 长广王殿下正在关西浴血杀敌 怎么会突然叛国呢 你自己看看他传回的书信 魏国占我北京六城 图我百姓无数 皇上令高占带兵 打了两个多月 毫无剑术 如今他竟然敢背着皇上 私自和魏国议和 你说这不叫叛国叫什么 长广王出行之前 皇上曾经说过 殿下有变异形势之权 您这是在含血喷人 我看这才叫含血喷人呐 加油 别让咱们跑了 终于将投奔魏国 设计引诱我们中斤 是我们失察了 没想到郑鱼将 原来也是楼市那边的人 我原以为还算勤勉 可谁知 小心 怎么样 动 住手 不要再打了 审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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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了 浇了盐水的鞭子 肯定痛 再痛 也没有我在皇庄做苦意痛 看着我 你看你 你多能干啊 先是勾引常广王殿下 又是当上了昭仪大人 可再怎么风光 也不过是我的阶下囚 我要把我这些年所受的苦 一点一点的 全部还给你 怎么不打了 不必打啊 哼 快要再打了 杀兵 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姐姐他们好心帮你 你一直反让他一口 又重来打我呀 你叫什么叫 你也想爱打了是吧 好 我现在就成全你 你敢打他 我就要杀兹尽 依你的性子 居然没要我的命 肯定是奉了太后的神医吧 说吧 到底想要什么 你倒是还有点小聪明 太后娘娘让我 沈司医 你问出来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 劳烦姐姐回去 告诉太后娘娘 半天之内 必有结果 哪还有时间 太后要我马上 带她去仁寿殿 亲自审问 怎么会儿 为尘真是佩服至极 还是你会说话 不像肖焕云那个贱人 被我关在韩光殿 只会一个劲地破口痛骂 哪有你嘴甜呢 果然是未来的楚飞呀 有气度 大家都是聪明人 不必多说了 只要交出了你手上的瓷器 和私捐生意 哀家就会饶你不死 官瑶和织造术 都是大旗官署 又不是陆珍的私产 何来交不交易说 没有你的密押 土玉浑人就算收到了瓷器 也不会付钱 说 说出来 我就饶你一死 如果不说 我就把你交给阿碧 阿碧有多恨你 你自己心里有数 太后娘娘这么看重微臣 微臣可真是有脸面的 可是 只要微臣说了 只怕会死得更快吧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你那位常管王殿下 远在天边 现在自身难保 没有办法英雄救美 那你就打死我算了 反正现在全大气 都在你掌握之下 区区几十万两黄金 想必你也不会放在眼里吧 看来不让你见点真章 你嘴巴会硬到底 来人 把他给我拖回去 别碰我 我自己可以走 阿珍 再打可就真没命了 皇后娘娘 长公子 你们好好地劝劝这位未来的处妃 人家再怎么也是个三品昭仪啊 可不能说死就死啊 你 放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阿珍 你放心 只要我不交出官药的金子 楼师就不会杀我 阿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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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们把他扶到床上去 来来来 太后 太后 这高战神出鬼没 现在已经逃离了边境 带着他的三千兵马 消失在关西荒漠之中 一定要尽快抓住他 绝对不能让他逃出去 这个人诡计多端 逃出去了 后患无穷 皇上 您不能进去 滚开 皇上 滚开 母后 你为什么要诬险阿珍 还囚禁幻云 你明明知道 现在是我大旗 最危难的时刻 你这个逆字 不帮着自己的亲娘 却去帮着外人 要不是楼昭中心 快马加鞭 从济北赶回来营救 哀家恐怕 真要死在那儿了 儿臣送你出宫 就是不想让你再错下去 母后 你还是收手吧 现在悬崖勒马 还来得及 你放心 哀家暂时不会对付你的萧唤云的 他腹中的孩子 哀家还盼着呢 母后 皇上 皇上 老梅 去拿定船丸 是 你还是离不开哀家 扶了这定船丸 你会好得快些 原来 你早就把药给换过了 难怪儿臣一下子就生病了 好孩子 你身体不好 朝政 就由哀家替你看着 你放心 哀家不会害你的 言符 送皇上回昭阳殿敬阳 好好休息 太后娘娘 去 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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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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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总算醒了 来 慢点啊 这是哪儿啊 家福殿 你没事吧 楼市盼着我早点把这个孩子给生下来 所以对我还没太狠 黄姐在这儿照顾你三天了 多谢长公主殿下 不用谢我 你骨头倒是挺硬的 不过 我也是多此一举 楼市是不会放着你这个财神爷不管的 娘娘 殿下 你们放心 现在既然我们在这儿 那就说明长公王殿下现在还黯然无恙 你怎么知道 太后恨死了皇后娘娘 可对你一向还不错 这次突然把你也抓到这儿来 却又没有对皇后动手 那只能说明 长公王现在还不在他们手里 所以他才要把我们当成人质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威胁阿湛 不 是长公王殿下 阿湛就阿湛吧 别口口声声地长公王殿下了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私底下是怎么乱叫的 让殿下见笑了 你呀 下次再见的楼市嘴不要那么宁了 钱财乃是身外之物 交出去了 他也会留着你继续生财的 别以不小心惹怒了他 其实要不杀你 却能折磨死你的方法 还有很多 你为什么这么照顾我 现在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了 还分什么皇后女官的 只要能活着 比什么都好 来 躺下 再睡会儿 慢点 走吧 娘 你要保佑女儿啊 来 来 来者何人 放上名来 一等宫女杨氏 奉太后之命 从温泉宫回京 阿朕醒醒啊 该吃晚饭了 来 都这么晚了 哎 这是什么呀 还挺好看的 这是九栏差 是我娘留给我的唯一遗物 这上面是不是有个小篆啊 是个锦子吗 我怎么从来没发现过 你看 你怎么会有这支九栏差 没错 就是这支 殿下 你认识这差子的主人 这是母后当年赐给锦姑姑的东西 我当然认的 你是怎么得到的 这是我娘留给我的唯一遗物 我让她留下 现在才发现 你的眉目和锦姑姑 还真有几分相似 皇后 你还记得你刚来大齐的时候 曾有一位陆夫人进宫看你吗 我记得 她好像是育后娘娘的内侍长 就像现在的阿璇一样 当时娘娘还说 我跟她就像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阿珍 她不会就是你要找的亲生母亲吧 我 我不知道啊 我娘从来没跟我说过 她是什么内侍长啊 难怪你不知道 我刚出生没多久 金姑姑就被母后 指婚给了威劣侯陆谦 如果她真是你的亲养 那你现在所认的陆逊 陆尚书 就是你父亲的远房堂亲 威劣将军 可是 如果我娘是将军夫人 那她为什么 又会心甘情愿地嫁给我爹做二房呢 这就有点对不上了 我记得锦姑姑当时是病死的 好像她的独子陆元突然夭折 她是伤心而死的 陆元 那她一定是我的亲娘 因为我娘在世的时候 一个人老是不断地写着一个园子 她还告诉我 园真立亨 就是我名字的游览 看来 你真的是锦姑姑的女儿 只是她为什么会 我知道为什么 黄姐 你对当时的朝政不是很熟悉 很多事 我也是慢慢才查出来的 阿珍 你的母亲 我印象不是很深 但是 威劣侯陆迁 我确实记得很清楚 因为当时 楼氏毒害死了玉皇后 什么 你是说母后 是被楼氏害死的 皇姐 你不会到现在还不知道 为什么阿湛会那么恨楼氏吧 难道 仅仅是因为她逼着阿炎娶了我 又抢走了皇位 玉皇后 她当年知道自己中了毒 却担心 过世之后你跟阿湛的安全 虽然怀疑楼氏 却苦于没有确凿的证据 就没有向先皇告发 陆夫人进宫探病 玉皇后 就将半瓶没有吃完的毒药交给她 请她查明此毒的来历 经过多方打探 她终于拿到证据 原来 那个毒药 是楼氏之父从高丽所够的 可是这个时候 玉皇后却支撑不住了 楼氏知道陆夫人手上有自己的把柄 就四处追杀她 陆侯爷当时正好奉令镇守梁国边境 他就伙同梁国叛臣侯警 将她陷害致死 后来 楼氏对外宣布 说陆夫人 是因为思念顾夫幼子 才暴病身亡 可实际上 楼氏是抓住了她的儿子严刑拷胆 逼陆夫人现身 结果没想到 陆夫人 她抱着你的哥哥 跳入了落水之中 这些事我也是后来慢慢才知道 只是没有想到 陆夫人还没有死 她的肚子里 当时还怀了你 我终于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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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为什么不提起自己的过去 我娘 我爹说她出身官家 她却一直心甘情愿地做二方 我终于明白了 我终于明白了 她为什么会有这支九轮柴 阿朕 阿朕 你娘 她也是大吃大药 楼氏就算把整个京城翻过来 也绝对想不到 当年的一袋财民 会尾身嫁给一个商人做二方 长谷主殿下 我娘的权名是什么 你娘姓血 丹鸣 一个锦字 血锦 血锦 把陆珍带走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要干什么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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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朕 放开我 你们放开我 放开我 你到底说不说 反正我的手已经废了 你就尽情地拉吧 给我拉 继续拉 好 好 好 就到这儿了 我看她今天精神有点不太正常 再这样下去 要是把她弄疯了 咱们麻烦就大了 你说得对 这样吧 今天 我先把她关到暗牢里受救罪 明天 再细水长流地慢慢折磨她 放了吧 打了一圈 又回来了 杜梅儿 杜梅儿 你现在在哪儿啊 姐 姐姐 斑鸟 姐姐 你 沈大哥 你 长广王殿下他脚力有限 派我先回来救你 他怎么样了 他去柔人老客寒儿接兵 不用担心 那 那前线怎么办 前线有徐驸马顶着 您放心 姐姐 你先出去吧 还好你今天没关到暗牢里了 那个家福店啊 他有重病把守着 我跟沈将军混了几次都进不去 你行动不便 我先上去再拉你上来 来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帮你换衣服啊 我搬成你啊 不然待会儿看守来巡查 你下次就漏馅了 不行 我不能把你留在这儿 姐姐 这个时候你就别跟我争了 皇后还有长公主 他们身份尊贵 太后不敢杀了他们 可你呢 大家都知道 是长广王殿下的新头绑 只要你出去了 长广王殿下 就可以心无旁目地对付楼太后 谁的命不是命啊 我绝对不能让你这么做 姐姐 你在外面想办法让我出去 或者拉着殿下来救我 或者是让沈将军再跑一趟 你放心 我的命大的狠 他们最早明天才会把你拖出去 但是那个时候你已经逃出去了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你先上去 我在下面帮你 你自己保重 嗯 驾 驾 丹娘她呢 丹娘为了救你 不惜伸出险境 咱们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去救她 是要和殿下会合 然后早日告诉她 目前宫内的情况 收复内宫 陆阵 陆阵 你先吃点东西吧 嗯 出大事了 太后娘娘要杀人了 大哥 等一下 出什么事了 我也不是很清楚 听说是京城里的消息 太后娘娘逮住一个姓河的女反贼 说她跟长公主密谋谋反 现在正压在端门外 午时就要被温斩了 沈大哥 我现在必须得回去 沈大哥 你想好了吗 这摆明是楼市引你回去的陷阱 是 但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为我去送死 特别是丹娘 还有阿湛的姐姐 那就让我眼睁睁地看着你为别人去送死吗 沈大哥 你不用跟我回去了 反正宫里的情况你也知道的差不多了 我会尽量拖住时间 等你们来救我 你想好了 是 你们两个人送陆大人回宫 我现在就去找殿下 是 现在离午时还有一个半时辰 你们快马加鞭应该来得及 不用怕 楼市既然想引我入宫 就算耽误一点也没有关系的 我相信他是不会轻易杀人的 给 带着风声 谢谢你 还有一个时辰 不知道你那个准地媳来不来得及救你 楼市 你这个贱人 你竟敢谋害我母后 枉我还叫你那么多年的娘 爱怎么骂就怎么骂吧 不过我劝你省点力气 免得待会被砍头的时候哭不出来 张公主 你别怕 他不会杀你的 杀了你 他也当不了主皇帝 他精得很 他不会做赔钱买卖的 把手握紧 把手握紧 闭上一世一样心情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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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